我明天會要求教育局局長 就這件事向我提交報告 玩東西嗎 講粗口要包教 恐嚇老師你不搞 是不是犯法都好 人家協都道了幾次 連孝鋒都說明不會解僱他 但那些人都是死咬不放話 因為那天看到那片段罵警隊 我那晚睡不著覺 我覺得很憤慨 這樣的老師怎麼可以教校下一代呢 真的問對人 能生教怎麼教CY來呀 這件事搖搖樣樣 多個星期了 人氣社會廣泛關注 也都衍生了其他問題 我明天會要求教育局局長 就這件事向我提交報告 他哥哥和馬仔衰 想找兩頁子包膠看都沒有 真是龍門任他搬老 他說事件在教育系統發生 所以報告已評估 對教育界和青少年有什麼影響 但韓連山就說 教師守則沒有規定不准說粗口 就算有人違反守則 慣例都是先交他的會去跟進 不知道CY是真不知有這個會 還是假裝不知 說這樣對付Ms.Nam 是荒謬兼幼稚 其實不得店之前都說過 單日應該告一段落 交給校方處理 但CY竟然又把蘇州市 插入政府 有官場中人就說 感恩博民望 和自殺根本沒有分別 What the fuck 假如你說他說粗口不對 那又對不對呢 你不辭職 我搞XX你 Ms.Nam前晚又收到恐嚇 學校門外亦有人貼帶自報 她聲稱已經報警 但警方就說 精神不到 只是說前日有人報案 知Ms.Nam行為不檢 和阻差辦公 暫列了球警協助處理